据说人永远无法在充满气泡的水中游泳 因为无数的气泡会减小水的密度 当水的密度小于人体时 人就会像石头一样沉下去 可看似有理有据的现象真的可能发生吗 为此亚当和吉米决定用实验进行验证 但在正式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做个小型测试 首先亚当在圆筒内装上钢珠做成小号亚当 并且放在鱼缸中来模拟落水者 然后在鱼缸底部安装了气泡发生器 如果气泡减小了水的密度 那么小亚当就会下沉 但当他打开气压的阀门 圆筒不但没有下沉 反而还上升了一厘米 难道气泡不能改变水的密度吗 而亚当却坚信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于是他们决定进行大规模实验 为了制造更多气泡 吉米将自己两年没洗的枕头套 改成了大型冲气包 然后用钢架焊接进行固定 当连接气泡后就能均匀产生大量气泡 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废气的化粪池 并将亚灵压在冲气包的四个角 以便能顺利沉入池底 之后在吊车的帮助下 冲气包被放进了水中 为了避免在化粪池中淹死 亚当换上了潜水装备 那么他会不会在气泡的影响下沉入池底呢 随着阀门的开启 无数的气泡喷涌而出 看起来亚当确实在不断下沉 但与计划中不同的是 强劲的水流将亚当迅速推到一边 之后才被翻滚的水流带进水中 亚当认为场地的大小限制了他的实力 为了让结论更加准确 他们决定再次扩大实验规模 下面留言组打造了一个 1.2乘以5米的巨型冲气包装置 并且决定这次实验在游泳池进行 机理操作机器将装置放入水中后 助手启动了冲气阀门 看似一切都很顺利 但很快装置承受不住空气的浮力开始上升 1500斤的钢铁差点让亚当开了席 他们只能不断往装置上添加重物 直到增加到1900公斤时 装置才被稳稳地按在池底 自意卖弄他游泳技巧 并且成功穿过了泡泡区 可游回来的时候却没那么容易了 不断翻滚的水流将他推到了泳池边 可见气泡翻滚的力量远超密度降低带来的影响 接下来他们将阀门开到了最大 这时泳池如同游过一样剧烈翻滚 可这次亚当还能顺利游过去吗 尽管亚当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 但一顿操作下来 强大的水流让他几乎寸步难以 由此看来 充满气泡的泳池并不会使人下沉 但由此产生的水流却能导致无法游泳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床上蹦跋的时候 一不小心被吊扇砍掉了脑袋 可我们头上的吊扇真有这么危险吗 为此留言组决定亲自进行验证 于是他们自掏腰包买来的几种常见的吊扇 但由于没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托瑞只能用朱脊骨制作了一个乳胶甲人 并在倒磨时放置了装有红色墨水的软管 以此来模拟被割破颈动脉时血花飞溅的效果 实验时他们会将假人从吊扇下方升起 看扇叶能否将人头砍断 而首先测试的是普通家用吊扇 等托瑞将假人固定好之后 他们启动吊扇开始砍头实验 可扇叶当接触假人头就被逼挺 不但没有削掉脑袋 甚至没能切开皮肤组织 于是他们改用动力更强的工业吊扇 并让假人以平移的方式让脖子接触扇叶 看这样能否造成致命伤害 当杰西拉动控制的绳索 扇叶瞬间就割破了假人的颈动脉 虽然没能让他脑袋搬家 但如果是换成真人实验 估计会有一点点疼 为了达到流言中人头落地的效果 托瑞将割草机的发动机拆下 并决定用它打造一个超级吊扇 而杰西则将钢制扇叶打磨锋利 以便达到更好的杀伤效果 等他们组装好吊扇之后 托瑞启动了发动机 当脖子接触扇叶的瞬间 巨大的冲击力将假人甩飞了出去 而从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锋利的扇叶几乎将假人喉咙砍成了碎片 尽管脊柱依然没有锻炼 但造成的伤害绝对是致命的 所以大家在吹吊扇的时候 一定要多抬头留意 据说有个老六做饭时 油锅升起了明火 慌忙之下他将一杯水到进油锅里 结果发生了爆燃 并且火焰达到了九米高 可着火的油加水 真有这么大威力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族本想借用邻居的厨房 进行爆燃实验 但却遭到无情的拒绝 于是他们只能来到消防演练中心 因为这里可以明目张胆地实施纵容 首先亚当利用云梯 在墙上安装了九米高的标尺 以便在实验的时候 测量爆燃火焰的高度 而吉米则在平底锅里 倒满了不要钱的菜籽油 同时将会用热敏传感器检测油温 一旦油锅被加热着火后 他们就会倾倒上方的水杯 看爆燃的火球究竟能有多高 之后吉米打开了火炉的开关 传感器显示油温迅速上升 并且很快冒出了氢烟 当温度达到340摄氏度时 油锅内开始燃起了冥火 在这里郑重提醒一下大家 接下来的危险动作千万不要模仿 此时亚当拉动了释放水杯的绳索 油锅瞬间爆燃喷出巨大火球 虽然火焰高度只有6米高 但如果此时旁边有个倒霉鬼的话 估计已经变成了烤乳猪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壮观的景象 是因为水在遇到热油变成水蒸气时 体积会瞬间增大上千倍 并带着油从锅中喷出来 这样就形成了恐怖的火球 而为了让火球更加猛烈 他们改用了燃点更高的花生油 这次油锅达到450摄氏度才开始燃烧 而当亚当再次将水倒入时 这次的火球明显大了很多 但通过高速相机的计算 火焰的最高点为7.4米 相比留言中的9米还有些差距 最后他们用美味营养又健康的猪油进行了测试 达到之前的高度 而且残留在锅中的火焰很难灭掉 所以大家在炒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接下来他们决定改变油水的比例 看这样能否制造更大的火球 于是他们决定先在防爆室进行小型测试 等他们准备好道具之后 首次尝试的油水比例为8.1 当亚当将水倒入油锅中时 瞬间喷出的火球直冲屋顶 这就导致不能直接测量火焰的高度 随后他们加倍了水的用量 可火球的大小几乎和之前一样 之后他们又继续测试了2.1和1.1的油水比例 却发现四次测试的结果相差并不大 最终两人决定用2.1的油水比例进行大规模实验 下面他们来到鸟不拉屎的锋利发电厂 并在这里搭建了一个简易厨房 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亚当只能用假人进行代替 为防止火势失去控制 消防员已经准备就位 等他们布置好2.1的油和水之后 锦里点燃了油锅下的火炉 同时所有人后车到安全位置 当油锅中燃气火苗时 锦里立即拉动了释放绳索 而这次火焰轻松超过了9米的高度 可锦里却还想体验更壮观的焰火效果 于是他决定将高汤罐头丢进着火的热油锅里 实验刚开始油锅并没有任何反应 但半分钟后突然发生了剧烈爆炸 翻滚的火球直冲明霄 并在空中形成一朵蘑菇云 所以热油着火非常危险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千万不要随意尝试 据说有个倒霉鬼被楼上掉下的玻璃 劈成了两半 可高空坠落的玻璃真的能将人一分为二吗 亚当和吉米为了验证这个留言 他们本想抽个幸运粉丝参加实验 但没有人愿意为科学献身 所以他们只能用凝胶制作一个假人模型 为了让模型具有人体的韧性 吉米将聚以吸材料放在模具中 同时还在里面加入了红色墨水 这样当假人被玻璃劈开的时候 就能模拟出血花飞溅的效果 然后亚当将融化的凝胶灌入模具里 等12个小时凝固之后 有血有肉的假人就做好了 随后他们来到了消防训练中心 而这里的建筑高度达到了23米 可从天台丢下去的玻璃 真能将人劈成两半吗 接下来他们弄来了 高空建筑常用的钢化玻璃 并且它的厚度达到了10米 然后在云梯的帮助下 钢化玻璃被运到了天台上 等楼下的假人准备好之后 他们将玻璃丢了下去 可就在击中假人的前一秒 玻璃突然出现了翻转 导致假人幸运逃过一劫 为了让玻璃精准命中假人 他们在楼顶安装了固定支架 并在地面与支架之间连接了两条钢蓝 这样玻璃就能沿着钢蓝的轨迹砸中假人 当玻璃重新就位之后 锦里按下了释放按钮 这时玻璃笔直砸在了假人的头部 虽然体内的墨水喷溅了出来 可并没有将假人劈成两半 但如果现实中落在人的头上 肯定会有一点疼 亚当认为是玻璃的边缘不够锋利 于是他们换成了普通的平板玻璃 并且用锤子将下角修剪成锋利的毛边 也许这样就能成功把假人劈开了 之后他们再次从楼顶释放了玻璃 这次玻璃顺着钢蓝急速坠落 直接将假人劈成了两半 而在慢镜头可以清晰地看见 玻璃精准落在假人的肩部 然后锋利的边缘快速劈了下去 可见高空抛物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下水道爆炸的威力如同地雷 产生的冲击波能让井盖直冲云霄 并且我们经常看到熊孩子 干出惊天动地的壮举 因为下水道里的垃圾经过发酵会生成甲蓝 一旦有火星掉入管道就能引发剧烈爆炸 可井盖真的能一飞冲天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在点燃下水道之前 先进行模拟测试 吉米计划用钢管改成下水道模型 于是他将钢管切割成了两半 然后在切口面装上防爆玻璃 以便测试的时候观察内部的爆炸过程 同时为了对比甲腕爆炸的威力 他们还制作了三个小型井盖 实验时他们将在管道内冲入甲腕气体 当浓度达到9.50%关闭阀门 因为这个比例的甲腕最容易发生爆炸 然后开启风扇让甲腕与空气充分混合 此时如果打开点火装置 管道内就可能发生爆炸 首次测试他们先摸你开放状态的下水道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井里点燃了管道内的甲腕 可这时钢管就像大家放屁一样 虽然甲腕被成功引爆 但井盖却并没有被炸飞 这是因为膨胀的气体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释放 那如果管道在密封的状态下 是不是就能实现井盖飞天的效果呢 接下来井里将端口密封了起来 这就模拟出弯管下水道被积水淹没 从而形成封闭系统的情况 而当他们再次按下引爆按钮时 三只井盖果然全部被掀飞了起来 但现实中的下水道里会堆积各种垃圾 为了让实验更加逼真 亚当随手丢进了一些金属碎片 并造成20%的管道堵塞 这样又会对甲腕的爆炸产生什么影响呢 可等他们重新进行点火时 这次的实验让两人非常惊讶 堵塞物不仅让燃烧速度变得更快 同时也会使井盖飞得更高 显然甲腕爆炸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 但真的能让井盖一飞冲天吗 亚当和吉米决定引爆挖屎顿的下水道 但这样可能会弄丢几个井盖 于是他们只能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在这里挖出一条12米长的坑道 而这样的尺寸刚好相当于真实下水道的大小 然后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他们将三段重达16吨的箱形寒洞铺设在坑道中 由于工程量巨大 他们还请来了施工队帮忙 井里为了模拟下水道堆积的杂物 他将铁丝网摆放在坑道中 随后他们盖上了下水道的水泥盖板 同时还在上面预留了三个井口 为了避免盖板被爆炸掀开的可能 他们往下水道上方覆盖了泥土 并且泥土的厚度达到了90厘米 之后吉米将三个柱铁井盖涂成显眼的颜色 而每个井盖的重量超过47公斤 如果它真的被炸飞 砸在身上估计会有一点汤 为了实验的绝对安全 他们将甲烷气罐埋在附近的土坑中 同时会用电磁阀门实现远程控制 等连接好管道与线缆之后 他们在400米外打开了注入阀门 当下水道甲烷浓度达到9.50% 吉米启动了点火开关 随着一声巨响 地面掀起巨大灰尘 而井盖也瞬间被燃烧的气体 炸飞到45米的高空 并且在6秒之后才落回地面 所以下水道爆炸的威力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往里面丢鞭炮 不然上天的可能就是你了 据说当我们不小心将汽车开到悬崖边上时 哪怕有一只小鸟停在车头 都会导致汽车失衡坠落悬崖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在试验场搭建一个模拟悬崖 他们将集装箱作为悬崖的平面 然后在前面堆起一个逃生坡道 一旦汽车失去平衡就会通过斜坡滑下 这样就避免了危险事故的发生 接下来他们需要找到汽车在悬崖上的平衡点 托瑞和格兰启动汽车缓慢前进 但一不小心用力共猛冲下了坡道 显然想要找到临界点并不容易 于是他们改变了测试方法 这次他们将用升降机推着汽车往前移动 并且在两者之间用皮带进行了连接 当汽车下滑的时候就能及时拉回来 从而能够反复寻找临界点 经过多次尝试 他们终于让汽车达到了平衡状态 只要托瑞轻轻晃动身体 汽车就失去平衡滑下了坡道 那鸟是否同样能打破这种平衡呢 接下来他们将两只鸽子放在了引擎盖上 但汽车并没有因此有丝毫的动摇 于是他们又找来了体型更大的猫头鹰 可3.2公斤的重量还是没能让汽车失去平衡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最终凯莉弄来了80只冰冻老母鸡 并在重新找到临界点后挨个丢在车头 直到汽车滑落悬崖 但整整55公斤的母鸡放上去后 汽车依然稳如老狗 之后凯莉又找来了一只机械火鸡 而它重达9公斤的体重 终于成了压垮汽车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如果换成家常版汽车 鸟的重量又能否导致失衡坠崖呢 据说如果汽车挂在悬崖上摇摇欲坠时 一只小鸟的重量就能导致失衡坠崖崖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下面留言组向好朋友借来了家常版豪车 并决定在朋友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坠崖测试 这次他们计划用灰井鹿宝压在汽车的引擎盖上 而它是世界上已知能飞行的最大鸟类 但为了假装保护宾微物种 霍瑞用沙袋制作了一个大鸟模型 并且体重与灰井鹿宝相当 同时格兰也打造了一个火机吊架 它可以准确控制40只火机一次落在引擎盖上 这样就能在大鸟重量不够的情况下增加压力 之后他们来到了悬崖边上 而悬崖的高度达到了100多米 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 他们只能将假人老兄塞进了豪车里 然后利用悄悄板的原理找出了汽车的平衡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吊车的帮助下将豪车放置在悬崖的边缘上 并且调整到坠崖的临界状态 可重达18公斤的大鸟真能让豪车失去平衡吗 然而当他们将模型释放在引擎盖上后 汽车并没有任何反应 显然这个重量还不足以打破汽车的平衡 于是格兰使出了自己的终极武器 随着绳索的不断释放 火鸡如同下饺子一样一次落下 当增加的重量达到227公斤时 车子才开始出现了倾斜 最终在第26只火鸡落下后 豪车终于坠落了悬崖 而此时加载车头的总重量达到了318公斤 所以 仅凭一只鸟的重量是无法让汽车失衡坠崖的 除非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本次实验经费有点大 建议大家用朋友的豪车进行尝试